而颱风过去了 台铁当然也全线赴驶 不过花莲重得到和平间 还有嘉义新营间的巴掌西桥 只能够暂时单线双向行驶 其实台铁先前是发新闻稿打包票的 说延误的平均时间大概落在20到30分钟 许多旅客想说 那我就叫基地行程来安排 但是赴驶两天来 却出现了严重的大雾点 有的列车误点了304分钟 相当于5个多小时 那么其实台铁的基层就在抱怨 公司其实按照原本的颁表操课的话 根本叫做粉饰太平 等于把这些旅客抱怨的问题 全部丢给第一线员工 拿好车票准备搭车 看了看显示板 好多旅客就在闸门口 愣住 停住 因为看到一大片红通通大delay 还不是几分钟而已 我们是4点的车 然后50分钟就到了 来这边看台发行 就怎么又来 就我只能在退票 你晚45分钟 你如果有其他安排会更麻烦 一直往后延的话 它又没有其他措施 那我们在这等也是干等 被台米开封中创 现在台铁重得到和平街路线 才单线双向风车 列车皆有延误 但是台铁强调了 这个延误时间大概落在20分钟 到30分钟以内 不过抬头看这个显示板 好多班都是30分钟延误起跳 有乘客更惨 8月2号要搭乘的区间车 更延误长达304分 有人则是预留60分钟转程 结果5点100分钟 没搭到末班车 也没办法退票 台铁虽然恢复全线通车 但被质疑只是打肿脸充胖子 因为慢行加上花莲段将近10公里 只能单线双向行车 明明都会造成延误 却只说平均延误 20到30分钟压力全丢给基层 被乘客问到凡 对此台铁回应除了加快抢修作业 也将于8月底进行部分列车时刻调整 恐怕雾点黑暗期还会持续好一阵子 基层不满的还有 台北车站好几块显示板 明明都唤醒好几个月 始终一片黑只写着系统测试中 雾点直接看不到了 台风过后台铁状况多 基层应付不及 旅客骂声不断 等我才协文事后中心在台北采访我的 说到交通雾点 你的车怎么样都发不动 这到底该如何是好呢 他当下立刻报警 但是警方也找不到原因 当下其实台中有民众就要去停车场牵车 他发现他的爱车是没有办法发动的 警方一开始研判 应该是电瓶没电 所以带着电坝到场帮忙接电 但是还是发不动 后来改从车内的电源键下手 才成功发动 专家一看就知道 这个影片当中应该是感应钥匙没电了 这个时候只要把钥匙靠近中控台 就能够顺利发动 停车场内民众好着急 因为他们的车突然无法发动 远锦货报后拿来电坝协助接电 但弄了老半天车子还是一动也不动 我现在接我们派出所的好像也发不起来 所以不是这个问题 也不知道 好吧 刚才只剩道路救援了 正当车主和家人准备放弃等待道路救援时 远景灵机一动打算再试试看 该从车内的电源键下手果然成功发动车子 钥匙我试试看 谢谢 有了 谢谢 怎么了 你怎么这么假 我跟你拜你为神了 夫妻俩高兴欢呼 他们当天带着女儿南下台中找租屋处 办完事后发现爱车无法发动 人身地不熟只好报警求救 应该是遥控器可能接触不良 或是刚好他按一按 刚好接触有信号的 就可以启动了 因为刚刚他那个警察他是 做电话去接他没有办法发动 那表示车上的电子是没问题的 是本身这支启动钥匙有问题 原来没电有两种 怎么确认是感应钥匙还是电瓶出问题 专家说可以先试着打开车门 如果没反应再用传统金属钥匙手动开门 接着测试车内灯光 如果都不亮就是电瓶完全没电 假如说钥匙比较没有电的话 尽量就是靠近中控台这边 他电力比较不足的话 他距离变成要很近才收得到这个信号 远景一秒化身修车师傅成功救援车辆 不过民众下回如果爱车再有状况 还是找专业的来比较妥当 东森新闻林泉蔡雨山在台北台中采访不得 这也真的要找专家来处理 万一家中停水该怎么办 而且就只有这个社区 有民众就住在这个新北戏指的伯爵山庄 没有想到从三月开始陆续出现了停水 这一两天严重到部分的住户是两天都没有水用 连上厕所都没有办法冲 而且没有办法确定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供水 由于最近其实刚好在换新管线 社区住户都怀疑是换管线所惹的祸 我们实际求证台水公司 他们说不对啊 水的供应都是正常的 研判是社区内的管线已经老旧 导致大量漏水 他们还强调跟供水端没关系 左边这个是自来水 这边是我家的过滤水 对 都没有水 跟着住户走进厨房打开水龙头 没水就是没水 甚至连一滴都不给 都没办法洗 没有水 冲烟的碗盘没办法洗 只能先摆在一旁 暂时用餐巾纸盖住 避免滋生蚊虫 不过 因为停水一家三代同堂 从大人到小孩不止憋尿 更憋大号 甚至轮流上完只能久久冲一次 避免浪费水 巧的是这停水状况竟然没事先告知 甚至到现在还查不出原因 这没有办法就是 我们现在也不能够煮东西 只能外食 那这样无预警的停水状况已经很多次 出现停水状况的地点呢 就在细致的伯爵山庄 而其中有问题的就在这一条 也就是从六项 八项 十项 一直到这一条 十二项都出现停水的状况 其中这一条十二项 更传出已经停水五天时间 事实上从今年三月开始 社区就反复无预警停水 甚至从五月开始状况变得更严重 之后把矛头指向台水公司 因为从去年11月起 在社区进行供水管线改善工程 认为是工程出问题 有自来水供水的下水塔 也就是我们公共的大水塔 它几乎只有20公分左右高的水 正常来说它应该要3米多4米 不过台水公司表示 目前还在没设新管线 社区还是使用旧管线系统 因此并非工程问题 还是旧管线出现漏水 才会导致停水 水塔几乎没水 根据台水公司调查 供水端没有问题 认为是管线漏水太严重 再加上社区位处坡地 水才会打不上去 公司在那边有新的管线 不过目前还没有进行 跟旧的管线连接 停水严重影响住户生活 怀疑是社区内部管线 出现漏水状况 台水公司表示 会全力协助 不排除尽快启动新管线 解决停水问题 毕竟没有水过原始生活 任谁都受不了 东森新闻 卢志鸣 台北报导 而有男子就不满 自己被当奥客 还攻击旅馆的员工 当时画面当中 这名男子他想要入住 新北市板桥南亚夜市 旁边的旅馆 但重点是他前科累累 他多次喝酒闹事又赦账 所以柜台的员工 都把他列为拒绝往来户 他很不满 趁着员工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动手攻击 而且还踹门 想要强行入住套房 就连邻居的儿子来阻止劝架 还被他拿剪刀打上 男子情绪很激动 一手拿剪刀灰 一手挑衅动手推 对方也气再来 铁棍给吸在手 两人从这里推挤到那里 最后还演变见血冲突 你们是怎样 你们在这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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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受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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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到场 两人已经打到没力 现场地上到处是血机 民众目击全吓了一跳 因为开打地点 是热闹夜市巷口 旅馆的正门口 事发就在板桥 南亚夜市的入口 正对面的这处巷弄里面 因此这边人潮其实相当多 但是却发生打架冲突 事后警方离亲 原来是有旅客 想要入住旅馆 不给住才会气愤动手 2号晚上将近6点 正是夜市人潮高峰 男子想要入住旅馆 但他过去在房内喝酒闹事 习惯差又奢账 被柜台员工拒绝 他不满被当成奥客 趁着员工在和邻居聊天 动手攻击 还一度上楼想强行闯入套房 直到被打伤的邻居 儿子得知也过来帮忙 手持铁棍 男子则拿出柜台剪刀 两人互相攻击 酿成第二波冲突 打来打去 我也没有出去 我看拿木棍打来打去 这一打造成聊天的邻居 两人头脸多处受伤 儿子头部被攻击 紧急送医住院观察 为了住旅馆酿成三伤 以前是有卡拉OK 比较常发生事情的 现在都没有卡拉OK 比较正常 当时旅馆低调不多做回应 动手男子被警方依照 杀人未遂及伤害罪法办 建议预防性羁押 这下旅馆不给税 但有看守所 你先去税 东站新闻 徐红志杨洁安在新北市报道